《新人透視》 今天請兩位嘉賓上來 自己又再介紹一次 兩位嘉賓 因為是《完美生活》這套電影的導演 唐曉伯 唐曉伯 還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執行會員 《美年》 這套電影為《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是籌款的 這星期日 所以請到他們兩位 因為一套電影而拉在一起 唐曉伯 他們倆都是第一次相遇 導演繼續說 有兩個女主角的電影 第一個女主角就是 劇情 東班女生 那女生也是演員 對 拍這套電影的過程 其實我拍完那個《奇情片》之後 我就當那個《奇情片》的女主角 是一個真人 因為香港有很多新移民 我就過來香港找那個女主角的未來 我其實也訪問了很多新移民 當時見了三十多個 我做訪問的時候 一邊訪問 一邊聽她的故事 一邊想 是不是那個女主角 幾年之後 就可以變成 這個香港 坐在我面前的新移民 後來我就減中了電影裏面 叫做《珍妮》 第二個女主角 對 第二個女主角 但她是真人 她是真人 因為我覺得她有可能 有一個可能性 她的《Yesterday》是這樣的 好像劇情片 那個工人家庭的女生 我也覺得劇情片 那個女主角 她五年之後 或者十年之後 她有可能變成《珍妮》 因為那個電影 是劇情片裏面 我交代了她離開了 她的家庭之後 去到深圳打工 她都有一個前節 你會見到 她跟某一個香港男人 好像拍拖一樣 代表她可能有機會去到香港 這是劇情片的結束 你都可以想 我就沒有交代 這個女主角 劇情片的女主角 她怎樣變成《珍妮》 這樣就給了一個空間 給大家的觀眾去想像 算是一個藝術的 Treatment 其實我覺得是挺好的 如果是這樣 我現在忽然間有一個聯想 你是不是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 就算第一個女主角 由東北去深圳 作為一個中轉站 再來香港 就算她來到香港 她可能未必的生活 都好像改善得很好 可能香港都是一個邊緣的人 會不會呢 一定會跟她當初想的 出入出入 對 有出入的 這是為什麼 那片名叫做《完美生活》 其實是因為《完美生活》 是存在的 沒錯 很多女性朋友喜歡做夢 女性有這個特典 可能很多女性經常都 發夢 對 發夢 在想什麼時候可以有一個完美的生活 我跟男性都正常的 我也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吧 美妮其實說一下 其實接觸了很多新來港婦女 還有知道她的遭遇 其實你可以告訴我們市民 究竟這些新來港婦女 究竟她的遭遇是怎樣 她的困難面對什麼 還有我們其實有沒有遭遇到任何歧視 或者香港婦女的地位又怎樣 不如同一套戲對著來談的時候 好啊 對話 我看那個 除了好像是前世今生 還是未來的一個可能性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裡面 都看到 一個就是 香港對新而民婦女 其實有很多想像 有很多偏見 有些誤解的 就好像覺得 來自農村或者來自內地 就會很想來香港 我覺得好像套戲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的 就是她們不是一個刻意地 她們去身上打工 或者她不是為了來香港 但是很多那個過程 其實就是跟她相關 其實都有一個追求完美的生活 導演就是她們是女性很喜歡做夢 我其實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很深的感覺就是 即使是無論是本地的 即香港的 或者是一些內地的女性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裡面 雖然很多不預計的未來 但其實都是為了上去追求一些東西的時候 即原來女性 就算打工或者失業都好 她都有一種動力去追求完美的生活 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看那個劇情 我覺得就是 她來到深圳 其實是很機緣巧合的 即是她們在農村 即使是失業 但不一定她們就說 要走去城市 城市就是她向往 原來不是的 我覺得這個都很反映很多時候 就是內地人來到深圳 或者來到香港 她不是一定先假設 這些南方一定很好 而且很多時候可能是一些生活的機緣巧合 或者有時候想好 即想改變去追求的時候 又看到整個社會的大趨勢 大家都會向南方走 所以她雖然覺得那是一個未知之數 那個未來 但結果效果不太好 其實那個實況劇 即那個真實紀錄片 其實她的故事就不太好的結果 但去到最後我覺得很有味道 就是她跟著最後又會回深圳 就是我覺得她回深圳那個 其實有幾 就是看 其實她是不是都 就是令我們想回 有時候可能現在的社會 其實是不是所謂的城市 其實又 城市生活 就是這個不太完美 你已經想回一下過去 或者是 倒轉去看深圳的時候 又覺得那個是不是 就是她看回那裡又找到一些歡樂 就是我覺得可能令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其實 就是追求那些總緣美失控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是向城市 或者是她的經驗就發覺 其實是怎樣去 就是那個 有時候去退後一點點 就是好像沒有那麼快的速度 好像沒有那麼城市化的時候 又是她另一種 就是開心的生活 反應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們只是覺得劇情 可能引發很多 我們其實要重新想回 其實就是 對於我們現在叫新來港婦女 而不是叫新移民 其實他們不是預設覺得香港一定很好 或者有些人很偏見覺得他們想來香港才去深圳 或者覺得是為了想探渡城市的生活 而故然我想很多香港對於新移民 其實現在既有一些偏見 或者有些歧視 但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其實香港的經濟或發展 又是要看著現在很多時候一些新移民要教他們 如果是傳媒就經常報道買很貴的 買很多東西那些 當然也在生活上有越來越多兩地婚姻的家庭的融合 所以其實是有很重要 譬如有很多婚隔家庭 一定要那個媽媽是不是來才能夠照顧到家庭 照顧到小朋友 這個又看到基層家庭的生活 其實是因為無可避免過去的歷史是有很多分隔家庭 很多香港的男士回去結婚 所以如果沒有一些新移民婦女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家庭其實是在小朋友未必有好的照顧 那些家庭可能又是有一些經濟困難 但很多時候這些新移民婦女來到 其實他們在工作上面都有困難 適應的問題 語言的問題 還有學歷又不被承認 再加上就是有些政策上不照顧到的時候 譬如一定要七年才可以有公屋 有七年才可能有一些的援助 或者有很多的福利都要看七年 那這個其實對他很大的障礙 其實那個七年的要求是為什麼 是怕你中間離開了還是怎樣 其實都不是很明白 應該 這個不是 我覺得政府的福利是一直收縮的 即是福利撥款或者福利的資金 然後香港的貧富園住要大 很多基層市民都覺得 你要多給一些好一些政策的福利 政府用一招就最好了 因為新移民多了 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那個是源流於英殖民地時代 大陸的同胞來到香港 要七年才可以承認 他是一個香港的正式的居民 至於為什麼是七年呢 為什麼不是三年呢 因為其實 七這個人下很奇怪 對 七這個字的表現 對 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如果 新移民來香港的時候 他在國內的戶籍 那個關係或者那個身份沒有了 但是你來香港你又不確認他 你又沒有提供的時候 那是一個問題來的 於是他 因為很多人就會誤會 你在香港就不接你回去吧 他回去他沒有戶籍的 他什麼都沒有了 對 因為他沒有了 因為他離婚之後 他老公不給性養廢他 他有時候想起 他想起了 不如我回去鄉下 但同一時間 因為他沒有了 他要交很多錢 兩個女兒才能回到學校 但是如果想看這部電影 又可以幫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購款 沒錯 記住 這星期日1月31日 就去到理工大學的TU201 兩點就有一個查會 研討會 三點半就看電影 打這個電話來查詢 2790-4848 2790-4848 全力推戰 全力推戰 第三點半就來 兩位姐姐聊天